大家好,欢迎收看《人生胜利组》 我是你们的小编《奇读心术》听下去很难学 但其实只要学会看一个人的小动作 就可以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了 身体语言专家Alan就说过 由模仿、手势、甚至是其他身体的动作 就可以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我们在一常受到的信息里面 其实有55%是来自身体语言的沟通 1.闭眼睛 教谈的时候会睛眼睛代表这个人想逃避厌实 对方不一定是怕你 更加多的时间是因为你被讨厌 只要睛眼睛就可以眼不见为干净 2.闇嘴巴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经常都这样做 遇到一些不想说的话 就会立刻掩住自己的嘴巴 大过了之后 只要有些不可以说的话 依然都会做出这个动作 但通常都是以假咳嗽来取代它 3.咬眼颈脚 看到身边的人这样做 麻烦大家立刻关心它 这个动作透露了他们现在在烦恼一些事 除了眼颈脚 还会有机会咬香烟 嘴巴 口香糖等等 4.扶念 你一个是为了吸引异性才会做的动作 尝试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 欢迎欣赏 男生见到女生这样做 记得把握机会多些称赞对方 5.扶下巴 必要做决定的时候会出现的行为 通常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陷入了沉思 6.上手交叉抱胸 感觉现场气氛很尴尬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这样做 7.全身起直 很多女人见到喜欢的对象 就会马上站直 抬头挺胸 令到对方见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8.身体向前傾 有人对你这样做的话 代表对方想要有身体的接触 这个动作通常只是上半身在动 下半身是不会移动的 9.身体往后傲 见到这个动作就代表说话的人要注意 很可能你的内容已经令人很厌倦 又或者你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10.脚跟到脚趾来回摆档 除了小朋友大人都会这样做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对方好焦虑 11.搓手 好事要发生了 这个是反射大陆想法的一个动作 一想到未来会变得更好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这样做 12.伸出双手握手 这个是对方尝试要你知道 你可以100%相信我 13.握手的同时 另一只手掌也扯上去 立即这样做的话 通常就为了展示同理心 如果先握手 才再这样做的话 这样就可能是对方在宣告我 才是有控制拳的人 14.由下到上这样握手 对方是想告诉你 有什么 儘管找我 15.握手的时候 会有其他的姿体接触 这个人很需要一个陪伴 16.在你面前摇整他的领态 如果做的时候表情是正常的话 代表他喜欢你 如果表情不太对劲 代表对方很想立即离开现场 17.假瘡弄头发 有些说话说不出口 通常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会发生 18.将对脚放上桌上 会这样做的人 代表他根本不懂得尊重 亦都可能是坏习惯 19.骑马的姿势 坐在张椅上 觉得自己有主权 喜欢控制忍 20.玩鞋 如果见到对方这样做的话 代表你可以进攻了 女生只会在非常放松 也希望你注意他的时候才会这样做 21.眼神接触 情侣对视的时候瞳孔会放大 神气的时候会缩小 眼神的变化可以很容易 解释出一个人的情绪和心情 认真看完之后 是不是对人类有多了解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匪而所思的动作 其实都是对方潜意识做出来的举动 以后想了解对方在想的什么 我放置一下对方的一举一动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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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分 2分 2分 cios 1分 2分 1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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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